大家好 這兩天北部跟東北部都持續有一些降雨 主要是東北風加上整個中國南方的水氣東移 所以北部東北部還有東半部容易有一些偶陣雨 尤其是早晚的時候比較容易發生 白天的時候會緩和一點點 迎風面的這個地方比較多 所以請大家留意 預計下週二三會逐步的緩和 今年中秋節目前的預測來看的話天氣應該不錯 整個東北風其實是比較偏乾的 但是這個時候中國南方的水氣東移 所以在北東迎風面就容易偶陣雨 中南部靠山區其實中南部就相對的穩定很多 雖然雲量比較多但是就沒有發展起來 不過有一點午後熱對流在下午的時候 在南部靠山區發展起來 整個的態勢這樣的類似的情況會持續禮拜天 禮拜一都是類似的天氣 但是下禮拜二三之後會慢慢的水氣減少 而且顯著的緩和 所以請大家可以期待 預計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也就是這次的端午連假 現在來看的話就是典型東北風的天氣 北部東北部這個秋高氣爽 中南部還是典型的比較穩定的天氣型態 所以大致上會持續到這個週末 目前來看的話天氣應該是不錯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整個溫度上這兩三天要注意一下 整個都降下來了 涼了很多 那這樣的溫度就要注意自己的呼吸器官的保養 很容易有這種感冒 小感冒發生請大家留意 但是呢到了下禮拜二三四 就明顯的緩回溫 所以來看的話 目前禮拜四禮拜五中秋假期 這個天氣呢應該是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 整個還是會有秋老虎天氣發生 像南部來說的話 跟北部你看這個天氣感覺就差別很大 請大家如果南來北往的話 到下禮拜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讓這個假期很容易 就呼吸器器官疾病發生 那整個北部降雨呢 大概在中部以北都容易有雨勢 尤其是越往北部迎風面 吹東北風迎風面雨就越多 然後越往南就少一點點 到了中南部這邊就比較沒有什麼降雨 預計呢 禮拜一禮拜二也都是類似 一直到禮拜三 禮拜四五之後 一樣東北風迎風面偶陣雨 但是這個水氣呢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都是迎風面的降雨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等於是大概中南部呢 都是還蠻穩定的天氣啦 所以大致上呢 最近的天氣呢還蠻不錯的 可以期待 但是這兩三天呢 北部跟東北部迎風面 水氣比較多 所以戶外活動安排 在早晚的時候要多留意的 以上是今天天氣